3月20日 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支持下 由美国乒乓球协会和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联合主办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乒乓球友谊赛在洛杉矶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理查德查尔 美国奥委会国际关系主任德拉戈米尔·乔罗斯兰 美国乒习首席执行官沈韦尼 美国乒乓球队主教练高军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并致辞 美国乒习主席理查德查尔在开幕致辞中说 50年前的乒乓外交对于美中两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乒乓外交不只是历史篇章 其精神也是今天所需要的 从71年开始中美开始了乒乓外交 那么也拉开了两国人民相互交往的进程 乒乓外交应该说50年来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那么最终有意应该说是超越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 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做出努力 当年曾亲身参与乒乓外交的美国运动员戴尔斯维里斯和康尼斯维里斯夫妇 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婷及美国拼协首席执行官沈伟吟 以一场混合双打为活动开球 来自美国国家青少年乒乓球队 洛杉矶当地乒乓球俱乐部的选手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中国留学生以及华侨华人代表参加了友谊赛 挥拍切磋 以球会友 一年一度对我们美国乒乓球来讲是一个传统 50年前我们美国乒乓队去了中国和中国建立这个友谊 然后每年都这样举办 然后每一年都在延续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想通过这个纪念活动来不单地提醒我们 我们要加深中美两个都友好关系 传承中美两个人的友谊 这点就非常重要 当晚双方选手还同美国国会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美国奥委会 南加州桥界代表等数百位嘉宾一到 出席气氛热烈的颁奖典礼 张平在发表讲话时 首先回顾了50年前中美关系史上 小球转动大球的经典章节 及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 和世界格局演变产生的深远影响 今天中美关系这个大球 仍需许多像乒乓球这样的小球来推动 我们不能让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更不能让竞争主导中美关系的未来 让中美友谊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坚韧纽带 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拼协主席刘国良通过视频 在纪念活动上致辞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 美国拼协首席执行官沈文宜等人 也在纪念活动上致辞 表示美中两国应继续和发扬 乒乓外交精神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